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我是品辉老师 很开心的今天我在深圳 在一个五星级饭店 跟大家来谈一下我的一些感想 刚刚我进来的时候 我看到这一个牌子 这个牌子叫做清清空气 那可是真的是清清空气吗? 当然不是,里面很臭 因为有很多的烟味 那我跟这个五星级饭店的前台 跟他们谈了 谈了很久以后 才勉强的帮我换了这个房间 所以让我想到就是 在我们服务业 或者我们在做销售的时候 其实服务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因为服务不管是你在售前的服务 还有或者是你在销售当中的服务 还有售后服务当中呢 都会让客户有一个感觉 就是到底我今天 除了你很专业之外 我还有另外一个什么想法 是我可以跟你有进行其他的合作的关系 我一个朋友呢 最近我帮他安排了一个 就是陪同他去谈一个Case 这个Case当中呢 在客户就在我面前就跟我提到说 为什么这一次他愿意再跟他购买一个保险 就是因为在前面的业务人员的服务不好 尤其呢是签完了Case以后呢 后续可能就没有再联络了 我想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 那对于我们现在我们在从事服务 或者是销售的行业来讲 其实如何让客户觉得你的服务意识很高的 那我必须要去请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呢你承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 第二个呢你承诺的事情呢 一定要及时的回馈跟反应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 我相信你的客户会为了你觉得 你立即的回复或立即的答复客户的疑问 能够去善于去解决他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 帮他解决问题 我相信在你的工作当中 已经掌握到一个非常的一个关键点 就是客户在这个地方就开始信任你了 所以呢在今天这样的一个视频当中呢 也很开心的我也在微博也开了一个视频的 这个就像Facebook一样的粉丝专业 那当然也希望说在未来我们大陆的 这个一些伙伴呢 也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视频看得到 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 我想这几天我在深圳 有空呢就跟大家来谈一谈 有关于这个我们在销售服务上面 应该要注意到的事情 那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谢谢OK 拜拜